电动车龙头公司特斯拉的股价最近是跌的一塌糊涂 马斯克一直在给自己推脱 这是因为美联储今年加息造成的 不过最近很多股东是受不了了 比方说这位叫做Russ Geber 他是一直支持马斯克的 同时也是特斯拉的大股东 他这两天跳出来说 他批评特斯拉现在就像是没有CEO一样 董事会应该是要做点事情了 他的意思是要么老马专注做你的特斯拉的CEO 不要去搞这么多事 要么董事会就废掉老马 另外选一个CEO 马斯克就回复说你有什么建议吗 Russ就马上给了三点建议 第一特斯拉需要一个媒体团队 第二公司还需要一个继任者的计划 马斯克应该立马从推特抽身 第三公司还应该对马斯克卖股票的行为 做一些沟通和约束 这明显是在表达对马斯克经历不集中 以及出而反而随意卖股票的行为不满 认为这些是造成了目前股价下跌的原因 马斯克当然不这么认为 直接怼回去说 你应该回去读读你的证券分析的入门课 现在股票跌是因为美联储加息的原因 利息高了 所以说大家更愿意把钱从股市里面拿出来去存银行 说到这里很多股东就更受不了了 另外一个大股东叫做Gary Blank 就跳出来说 你不应该把你短久期的银行账户和你长久期的股票做对比 正确的利率你做对比 使用的应该是长久期的10年的国债利率 今天还跌了一点 你收购推特以后 你的股票跌了38% 纳斯达克只跌了1%左右 要是都像你说的是利率的原因的话 纳斯达克应该和你的特斯拉股票跌的差不多才对 然后很多股东也开始在跟风 说也奇怪 你看这个图 美联储加息只影响了你美联储一家 而没有影响福特和通用的股价 大家看今年的前面的走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但是10月份以后 像特斯拉和这些汽车公司的走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看特斯拉和纳斯达克的ETF走势也是同样的情况 大家看我上一个视频也是详细说了 特斯拉股价的下跌是和马斯克收购推特是有关系的 现在马斯克还是拒不承认 这让我有点担心 在推特的事情没有解决之前 特斯拉还是不能够直跌的 大家觉得这次是马斯克对 还是股东的看法对呢 欢迎发表你的意见